我這麼做錯了嗎? 我是為了你好耶 我限你一分鐘之內 出現在我面前 不然我就揍人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你真的可以去啊 我一個人真的沒有關係 這對話熟悉嗎? 為什麼明明知道這樣的關係很辛苦 卻一直困在這樣的氛圍裡 無論在家庭 感情 工作 你曾有我 不想做 但還是勉強做的經驗 今天就一起來解密 我們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 訂閱 哇 大家好我是凱文洋 哈囉大家好我是中慕智心理師 我今天特別邀請了中慕智老師 上我們頻道 凱文洋遇到我第一句話就說 老師你好像比較常 跟資深的人一起合作 第一句就暫停 社會上的 中慕智老師有出一本書非常有名 叫做情緒勒索 這本書我們在台灣至少賣 24萬多 政治到全世界的公民 應該是說有翻譯成 印尼泰文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亞洲比較多 還有韓國 周慕智老師 知名作家 為2017成品暢銷榜冠軍 金石棠十大影響力好書作者 也是眾多企業指定的諮商心理師 個案諮商時數超過1萬小時 同時也在主持podcast 周慕智讀靈魂腳本 他一個很特別是金屬樂團的主唱 對 我們去年的時候有去日本巡迴 一邊唱一邊帥頭 前一小時在諮商 是的 好下時候再回診 然後轉身 回到今天的正題 我今天想跟眾多指導師聊聊 這本書為何上銷的原因 也就是所謂的 情緒勒索 這情緒勒索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曾經啊 我也跟我爸媽說 你這樣根本就是情緒勒索 但我發現我講這句話之後 會更爆炸 沒錯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是不是也在情緒勒索呢 所以我就很難問 情緒勒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情緒勒索是一個互動形式 但它其實不是在罵誰 不對 但是因為後來這個詞太常多被使用 變成了像是一個罵人的詞 那情緒勒索的這個互動其實是 對方做了一些事情 另外一方呢 會被影響心情 甚至會因為 產生很多負面情緒 罪惡感 難受 難過 憤怒 讓這個人覺得 我不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不行 因為他的關係 我引發很大的交流 那這個就是情緒勒索的互動 所以這個互動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方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在意 你其實不會被勒索 你會為了他去做一些事情 是因為你在意 因為你也害怕 得不到 你跟他互動中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主管說 這個工作我麻煩你做 不行 我現在工作太多 可能做不了 主管就說 沒關係 你們現在年輕人 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都尊重 大家都需要 準時上下班 有自己的生活 不過 容我提醒你 我們的KPI 當然是看你的工作表現 那你可以決定比較低的KPI 那就沒有關係 此時 那你要怎麼辦呢 你會接嗎 他沒有直接說 你今天不接這個工作 就會出現 KPI變低 對吧 他只是暗示 如果不接這個工作 有可能會影響KPI 因為我們聽到懂言外詞義嘛 但是 他這個暗示 如果你的評估是 今天我的事情 是比較重要的 我不想要因為這樣改變我的行程 就不吃他這一套 不管我心裡怕不怕 那你就不會被勒索 所以情緒勒索這件事情 不是以對方的判斷為判斷 以對方的情緒為情緒 所以當他告訴我這件事情 對或不對的時候 我就會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如果不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我又會懷疑說 我會不會太 對 但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標準真的清楚的人 我覺得你說得很好 會跟KPI有影響 但是可能是91分跟92分的影響 最後打出來的成績可能差不多 所以我不想要 因為這樣子 被你影響 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情緒勒索 它是一個互動的形式 這個人為什麼他會常常情緒在左邊 他是怎麼開始 那他的心境是什麼 控制的舉動 的來源是 最大的原因其實是不安全感 譬如說 爸媽會希望小孩最常遇到的挫折 其實是 小孩不做他想要的工作 不念他想要的書 但這個已經不錯 這代表青春期你就先叛逆了 這是好事 可是有一些孩子是一直以來蠻聽話的 因為順從是一個成本比較低的互動方式 我很辛苦 而且也不一定會成功 還要處理對方那麼大的情緒 還要處理我自己心裡這麼大的罪惡感 所以順從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應該是說是最好的適應方法 他可能不能解決 但他可以適應 又為了活下去 大家都是為了活下去 三個問題 你一直這樣 他就變成一個生存策略 我在很多書啊 課也有講到 這個生存策略 在變成習慣之後 長大就開始要重新去跟他們爭吵啊 搏鬥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不安 原本你這麼乖 你都很聽話 我很有成就感 我也很有控制感 你都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去走 長大怎麼沒有這樣做 對 你不愛我了嗎 我對你不重要了嗎 你會不會走錯路 最後這些不安都會變成 你要都不聽我的話 你就給我滾出去 用權威式的 但是這些不安 他們也不曉得 特別是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很多人很習慣用 讓自己有用的方式 在這個社會拿到一席之地 好好存錢 做穩定的工作 帶給小孩 穩定的物質生活 幫助他們想好以後未來要做什麼 撲好未來的路 和不爸我媽的方式 為什麼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補償 也是一個安全感 因為那個補償是在他們那個年代 有很多人想念書不一定可以念 你這個年代可能還好 我們這個年代的父母 有一些人是想念書沒有辦法念 或是要念得很辛苦 是不是這父母在補償他自己的童年 某方你也在補償說 我以前沒有辦法有這麼好過 或有那麼多的資源 我希望提供我的孩子有這麼好過 跟這麼多的資源 讓他們不要像我以前一樣想做什麼不能做 可是問題是當他提供了這樣子 他就會對你有期待嗎 那你還是想做的不能做 因為最後你要做的還是他想做的 其實我覺得講情緒勒索這個互動 他不僅僅只是情緒勒索 他其實還包含了 我們身為一個人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 跟我們的父母他人 跟這個世界社會的權威去拉扯 怎麼去建立我自己的界線 我要先建立我自己的自尊跟認同 建立了這個之後 我才有辦法表態嗎 不然我就會一直擔心 我的考慮是錯的 我太自私 我不夠努力 尤其是權威 他有那個能力 就會更容易跟他拉扯 就被抓去滿足他的需求 而兩邊的人都沒發現 他以為他是為你好 然後你其實是在滿足他 然後你心裡就充滿了怨念 我的不是自己耶 對 然後都覺得看到他 你就覺得很厭倦 然後厭倦的時候又覺得說 我怎麼可以這麼不笑呢 就會變成很負擔 矛盾就這麼不動 那怎麼樣讓對方知道這沒笑 怎麼樣設立自己的界線 我覺得界線這件事情 會牽涉到第一個部分 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 個人的感受 個人的需求 還有你個人的價值跟標準是什麼 我的主管提出這個要求 合不合理 真的完全不想做 是因為他的態度 還是本身這件事情我不想做 有可能只是他的態度 他硬要我這樣子做 我不開心 可是我覺得今天 接下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 我其實沒有那麼生氣 我只是覺得 我需要時間長一點 那我就要練習跟自己 好 我需要時間長一點 我不是不能接 而且我也沒有那麼喜歡 他講KPI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去思考 我要怎麼跟他表達 所以在情緒勒索的 最簡單的方法 一開始 不要馬上回應 跟不要馬上接受 他說的任何東西 這是第一步 讓他講他 他都不要回 對 因為你都不回 對方也會覺得很奇怪嘛 所以你可能有些情況 你不能都不回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說 我再看一看 我評估一下 我再告訴你 我等一下回應你 你不能說不用 這個叫做 暫停句 就是主管你說的話 我收到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還是必須要評估一下 我的工作內容 我才可以回覆你 所以等一下 我再去找你 給自己爭取的時間 沒錯 去釐清這個狀況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在告訴他 主管你說的話 我收到了 但第二句話 我就說 我需要評估 不但爭取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 我再告訴他 我沒有都認為 你講的是對的 我沒有你威脅我 我就吃著他 所以你的威脅 有沒有成功 不一定喔 所以就算我最後答應你這件事情 也不是因為你的威脅成功 而是我評估過 有考慮過 我考慮過 但是如果你今天一講 我就默默逼 接下來他就知道 他的威脅有效啊 就會一邊做一邊很悶 因為這不是我個人意志決定的事情 我如果評估過我做 我就會覺得 OK我評估過 我自己的有意識做這個選擇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是差很多的 所以幫助自己先停 然後去思考自己的標準是什麼 最後再回應 1.停 先停3到5秒 讓話落地 不須馬上把對方的話接起來 思考是否要接受他的情呢 還是要讓他知道 這個要求有點超過 2.看 察覺自己的情緒 是否有感受到不舒服 焦慮 不須隨著對方的情緒起舞 先照顧好自己的感受 3.硬 同理跟詢問 並情緒穩定的說出需求 與新策略 不須急著 答應對方的要求 舉例 我需要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我待會再回覆你 讓自己的情緒穩定 先想清楚後再回答對方 可以拒絕對方 或是再想其他的解決方式 這個是我覺得建立界限 必須不停不停練習的基本方法 好酷喔 我剛在想 如果學會這一招的人 他的周遭 反而會順著他的生活方式去進行 最大的好處是 喜歡他這個個性的人 就會留在他身邊 他的生活會簡單很多 因為大家都有界限 大家都會說 他就這種人啊 對 所以他生活就會變得很簡單 然後他身軸都會是他喜歡的人 因為不喜歡他的人 就慢慢會離開 他也不在意 對 跟我相處SOP 棒棒棒棒棒棒 OK OK 相處我們很開心 不要 掰掰 這種感覺 也沒有到這麼直接 但是有可能 最後就會演變成這樣的結果 我媽很常進入所 我在很情緒上來的時候 鼻子也很好吃 很好吃的 你如果每次這樣罵我的話 就會讓我 比較難跟你 講出我的一些心理 好 可以用其他方式對談嗎 然後媽的 還不是因為你剛剛先什麼什麼這樣 所以我才會這樣子 那什麼該怎麼辦 因為你有看過我的課 我的課裡面有講 兩邊都還在情緒上說 去告訴他怎麼做會比較好 基本來說他不太會贏 所以在那個當下停還是很重要 當他要你怎麼樣 反而去要跟他說 說媽你這麼大聲跟我說話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溝通 等一下 你真的有想要跟我怎麼說 你好好跟我說 我們在討論 天啊 這個就叫做界限 所以你剛剛那個方式比較像是 小小的安撫他 所以他聽到的不是安撫 是教育 教育 對 翻成白話就是 我也是會生氣的 你用這麼大聲的方式跟我講話 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你要跟我溝通 你要用比較好的方式 接下來可以先思考一下 要不要再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怎麼跟他討論 你的目的是什麼 這些東西你要寫 那這個東西就是 之前你有上過那個課程的內容 我應該怎麼樣去面對他 我覺得第一個是 你要先照顧你自己 在你狀況也許有比較好 你真心有想要開始調整這個關係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他一點點 你想要被對待的方式 當他怎麼講話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他說 媽我其實聽到你這樣講話 我都會覺得跟你討論 這些事情壓力很大 然後他可能就會生氣 沒關係 你就再退回去 你就再繼續用你這個方式 當他發現 如果他這樣子跟你互動 他會變得越來越沒辦法跟你聊心裡的話 他也越來越沒辦法親近你 他會開始思考一件事 他真的會開始思考嗎 想一件事情 如果當你會開始思考 他對你沒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覺得你對他重不重要嗎 如果你認為你對他也其實有一定重要性 所以他才會把這些情緒放到你們身上 你們要教他的是 如果你們覺得我們重要 你不能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我 但是他們還是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能做到就是 我怎麼樣讓你可以重新的了解到 你必須要練習跟我們用其他的方式 你就可以有別的收穫 你可以獲得我們不是用敷衍式的跟你活動 你可以獲得我們可能會願意跟你說一些我心裡話 教了之後他聽不懂你就退 他傷害我我就退 當你狀況好 你還是願意為這個關係做點事 你就做看看 以保護自己為原則 這還是多少 試試看 不行先保護自己 保護那個家 厚度夠厚了 再去試試看 沒錯 沒錯 然後再多一點 慢慢再試 沒錯沒錯 這是我的建議 OK 最後 非常推薦中木之老師的課程 情緒溝通 人際經營 我自己看完也是收穫很多 無論是用在情人間的關係 人脈的經營 或是家庭間的親子互動 這個特別有感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簡單來說 就是更理解對方 在想什麼 進而產生同理 接受自己 課堂主要有五個步驟 一 認識自己的起點 感知情緒 建立個人的生存策略 是戰 是僵 是逃 還是銀河 二 誠實面對情緒 這章節我個人是覺得 會學會 舒服的接納自己 的一個重要單元 三 讓人有好感的與我溝通 四 辨識出問題 以及問題的出發點 也就是讀懂人心 五 重新建立 內在標準 這部分簡單來說 就是讓對方 學會 跟我相處 成為自己 世界裡的王 如果有需要 可以查看底下資訊欄 輸入折扣碼 還可以賺 五百 OK 好 掰掰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 我在演講 有一個爸爸 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 老師我們這一代真的很衰 以前的爸媽 是 爸爸是差不多 爸爸可能跟我差不多 這是大學剛畢業 欸 爸爸大概三四十歲 他覺得我們這代很倒楣 上一代情緒勒索我們 結果現在出了一本情緒勒索的書 意思就是我們不能情緒勒索小孩 那我們不就很倒楣 我們被勒索 然後還不能勒索小孩 他也很定態言論 那是事實 在這種方面來說 會有灰帶感 這個情緒勒索 他很容易變成一個抓交替 因為你知道這有效 你會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待其他人 這是很容易被凝結 沒有對錯 可是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 你現在在跟你父母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有時候很難愛他們 對 會不會覺得 跟他們壓力很大 對 所以當你今天 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 對待你的小孩 你得到的最大禮物就是愛 小孩可以好好的告訴你 他的心情 然後他可以好好的表達 跟你的愛 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關係 對啊